之前每周三都要看金星主持的金星秀,又有剧又有理,可是却传出了金星秀因为被校园所害而停播,这样子的结局让观众又心疼又不舍,无论是金星还是小南,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在金星秀停播以后,金星和小南可以说是更少在荧幕上合体出现了,小南也开始新的尝试,比如演戏,比如上蒙面歌王,而金姐呢,连着好几档节目都被迫关闭,除了金星秀被叫停,还有中国式相亲,另外,今夜百乐门也换成了东方嘉年华,因为百乐门名字取得不好,嘉年华团队也不再是金星团队,全部灌掉,但是谢幕后的金姐却做了更有意义的事情, 她被BBC评为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,除此之外,她更加用心心领自己的舞团,经常外出表演,她还经常去剧院表演,热心公益,偶尔去欧洲度假,少了电视台的忙碌,金姐这样子的生活是不是更有意义?